再跟大家唠两句 今天我看上网上有一事特别好玩 就恒大那房子不是现在交工很难吗 因为没钱 没钱往下盖 就有一位在网上就发了牢骚了 但是一到海外媒体过来要采访一下 海外反华媒体这种事夸击就过去了 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 对吧 转手这哥们就说了 说家丑不可外扬 不接受你采访 然后其中反华媒体肯定少不了日本 日本东京电视台过去了 他说不好意思我反日 你看这你一看这民族大义 这是简直是爆表 充盈其中 哪怕是给他提供点解决方案或者怎么样 他也不干 为什么 人家说了 我相信祖国母亲 你看这觉悟多牛逼是吧 我不太清楚祖国母亲到底是为她吃啥了 可能从小喂奶的时候 要不然就生的时候没注意产钱夹了脑袋了 对吧 可能就是这样 一般碰上这事我一般就是说活必该对吧 这不是什么大事 这也就是个这种叫什么这种小的这种这种这种人正常 正常洗脑教育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把所有东西都当成家丑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对吧 他兼具了子的功能 也兼具了狗的功能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这么多年了也正常 但是有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这回他还不一定就说这是一个妄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咱得是这么解释这事啊 这个应该说呀 这回恒大这个原来我说过 我说这恒大呀 这回这事出的有点大 应该来讲没人能接他的盘 对吧 没人能接这盘太大了 而且呢没法去做 可是您看最近呢 就是有人就说 哎三人你是不是说错了 说这个这回恒大这个可能有人接盘了 我就说怎么接盘呢 这事一看他这个股票还往上涨了 为什么涨了 因为这几这几回呀 这个要违约吗 这美元债要违约吗 但是呢他没有违约 他找到一部分的资金呢 就把这个给给续上了 就等于是说一直续命 他就跟你看那个将死之人呢 在这给你打上这个打上这个点滴了啊 或者是说给你碗参汤 让你这一直续着这这病 说起来呢 这个恒大最近这待遇听着特向我党的高级干部 哎无论怎么样先让你活着 可是很多人不太理解说 你既然判断说当不会有人没法救 对吧 我咋不会救他 那为什么他现在还是这样 这个资金很有可能来自于这个 无论是央企还是国企或者是银行 会给他这一部分资金呢 虽然恒大自己也筹错了一部分啊 这个卖飞机啊 卖许佳音这豪宅 许佳音老师这豪宅啊 对吧 他筹错一份资金往上填 但是呢 有一份钱 那应该是由这些地方给出来的 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如此 因为恒大他不公布他的资金来源 但是这些东西他应该是有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你马上崩塌性的这种倒塌这个公司 这个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即使这一枪打了恒大了 把这恒大 比如说吧 原来恒大这个巷头野猪小野猪似的 满草原下过 满树林的下过 想吃肉吗 给了他一枪 那你总要是 你总要是让这个肉能吃到嘴 你不能够说轰然一下 哗整个倒塌 就一下就肉坏了 那这个东西不能吃了 你不你不行 你得让他有这口气在这搁着 对吧 你有这口气搁着没有崩塌 崩塌似的这种 就是一下完蛋的话 那你才能够往下吃这块吃这口肉 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你不能够说直接把这个企业全给弄完了 毕竟他这么大的体量 他还有那么多的资产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一下给弄完蛋了 让他在这你不管了 就是管啥不管白 虽然是我党一贯的风格 但是呢 那牵扯到利益的时候 利益非常大的时候 那管杀还要管吃 如果不吃 那就是管杀不管白 但是说还能吃 那我党一般是管杀的时候还得管吃 他这个东西呢 还要吃这一口 所以呢 恒大现在让他吊这口气 他一定让他吊着的 不能够说一下就完了 就一下就完蛋了 对吧 你逃得到快 对不对 那这些钱怎么办呢 首先我得让你先把你自己的钱给垫进去 这是一个 第二你这个尸体我要整蚂蚁吃大象似的各个地方给分掉 这个所以才是重要的 叫活刮你 死了就没啥意思了 活刮你才值钱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你就可以看到恒大目前出于大概是这个状态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这兄弟呀 大概说对一件事 这个呢 怕出事 因为恒大这边他对祖国母亲到底有多少信心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对祖国母亲有对外有多想要这张脸 最怕出事 他有信心 这我是一定知道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旦说 因为恒大的楼盘便不全都 对吧 那很多地方都有 他出问题的不是一点半点 他你看他说说我这个有些我很多楼盘我还在施工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想见他的施工速度一定交房时间 或者是包括他办某些什么这种各种手续一定会办 那在这种状态下 那你如果说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群体上房事件 加上这个目前来讲的房地产下价格下滑的趋势 很有可能就酿成一次不大不小的 齐选全国的此起彼伏的群体上时间 这个是我党一定不能看到的东西 对吧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有几件大事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我党的这个交接班 交不了 没法交 不交了 那我们当今圣上 对吧 他需要这个一个安稳的 下边安稳的一个环境 才能够安排自己能够往下接着 接着这个接着当下去 当总书记 当军委主席 当国外主席 接着当下去 这是一个二一个 又快就冬奥会了 对不对 本身是冬奥会受外部压力就大 这个外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那你在国内在闹起事来 这个对他而言不是件好事 这个完全不是件好事 所以呢 他怕的是这些东西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这兄弟对祖国母亲的这么大的信心 大致来自于这两点 那能够有这个信心 第一点他不一定知道 第二点他应该是心知肚明 但是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这兄弟其实我觉得是个聪明人 对吧 他明白一个道理 一旦说自己去跟外界去沟通 跟这些反华媒体敌对势力去沟通 很有可能 所有的这些压力就压到他的头上 对于他是不是能够拿到房子 顺利交房 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吧 自己先倒霉 他一旦表了这个态了 一下就是说一定是说 当时就是一个华柜就跪在圣上面前 圣上 奴才今天拒绝了外部的诱惑 依然是您中心的奴才 这样可能还给自己加点分 是吧 所以这些玩意儿 他综合起来算起来 你说他是活必该吗 我觉得这哥们还是挺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最真正的来讲 他还是比较活必该 因为他这件事情能不能用这种方式 就是把恒大给活寡了 然后大家分完以后让你正常的能够在正常的时间段上拥有这个房子 或者是说你一旦你即使可以拥有那是什么时候才能有那个时间段你背负的贷款背负的利息 然后你还有一个房价下滑的这种风险 这个东西能不能让你踏实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他在国人看来很多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如果我即使为了出一口气 对吧 我把这个给境外媒体去报了料了 那我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言 只能给自己以及家人带来麻烦 那我还不如就是先划跪一下 先建了一下中心 那然后我怎么都站在了国内的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上 这种状态那进可攻退可守 对吧 我进可以去接着忽悠这个可能会发生群体营事件 那我可能参加一下 我爱国吗 你看我都不跟外欧没起打交道 我家仇不能外扬 但是家仇总是家仇嘛 那家仇你不外人看不见 自己官物里你还 你比如说特简单了 你这耳朵当儿子的 你虽然家仇不可外扬 天天穿着长袖 戴一副墨镜遮住熊猫眼 对吧 但是你被打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被打了还是被打了 对吧 冷暖自知 疼痛也自知 轻肿也自知 所以他本身他还是被打的 他也要能够进一步 我能够争取一个不被打的权利 退一步 就是说我还可以给自己心理安慰 老子这一爱国者 我对祖国母亲 虽然母亲虐我千百遍 我带母亲如 算 出脸就太扯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了 这无所谓了 形容词不重要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这个总还是一个 对自己有一个心理安慰 就像你压中国足球 得世界杯冠军似的 肯定你也知道没戏 但是你压了 对吧 你还是证明你是一个对中国足球抱有希望的人 至少在希望的层面上 在希望的原野上 您还是能够赢出一部分的 至少自己心里算赢了 好 谢谢诸位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